两个花季少女面对色狼的侵犯 从高楼纵身跳下 然而一个奇迹康复 一个却面临终身瘫痪 都是奇迹吧 你这个不是带你来 我看那么多好心 我就走走 然后我跟你 我还出来很帅 然后我就跳得一样 除了身体的病痛之外 他们还要面对生活中的重重困难 在纵身一跃之后 他们付出怎样的代价 他们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呢 昨天晚上11点半 经过几个小时的奔波 一辆急救车终于把小雨送进了省医医院 这回坚强的小雨有救了 小雨的病情牵动着千万人的心 省医院在门诊大楼举行了救救小雨捐款活动 有很多的患者也悄悄地把钱放进了捐款箱内 上午在省医院的捐款已达23070元 12月17号 小雨入住省医院 各大媒体全面关注 医院尽力救治 好心人捐款源源不断 这个用生命探问尊严的勇敢姑娘 终于站起来了 新闻频道记者福州报道 2003年1月17日 小雨出院了 回到位于大山深处的家中静养 三个多月过去了 小雨的前景在哪里呢 靠着父亲种农田的收入 是无法摆脱贫穷的日子 再次进城打工 那里喧嚣又复杂的环境 又显得那样的恐惧 虽然身体渐渐康复了 但是留在他心灵上的创伤 却一直无法磨平 此时村里不断传来了流言蜚语 就在小雨为自己的前途担忧的时候 她接到了一个来自省城福州的电话 喂 你是小雨吗 我是当初到医院看过你的那个李斌阿姨 我现在在福州工作 我想叫你到福州来 你自己想来吗 别看现在的小雨 像个正常人 可是经过手术治疗后的她 至今腰里还留下了钢架 接受小雨的李斌是山东人 早年到了香港 一年前 她对丈夫来到福州工作 在李斌的精心安排下 小雨参加了电脑班的学习 对于她的未来 李斌都考虑到了 此时 小雨今后的前途 显得是那样的一帆风顺 就在大家为小雨的命运感到欣慰的时候 2003年6月17日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在南平又发生了 如今在南平 又有一位16岁的花季少女 上演了同样的悲剧 面对色狼的步步紧逼 她从7楼跳下 现在南平市医院 古商科的医生说 这名少女已经全攀 这名不幸的少女名叫郑丽珍 还未满16周岁 丽珍从小就生长在一个 不健全的家庭里 父母亲早年就离异了 面对沉重的医疗费 一个星期过去了 手术迟迟无法进行 印记消息 严谨警方正在全力缉拿犯罪嫌疑人 我们也将继续关注 这一事态的发展 出现了小珍这件事以后 她心里真的很难过 她那天都发动 讲这件事的时候 她说 我真的不想 不想再接受任何 就是每次的那个访问 我怕这样 就好像误导了那个人 因为医生都这样说 这是你们传媒 找乱报道 报道就是这些孩子 都学校语 就这样讲了一起 你看那天我还没帮她的 我怕她压力她 那天我们两个人聊了 聊了很晚 她说那么巧 也是在这条路 也是那个 这种情况 其实就你这件事情 发生之前 我们已经看到 一篇这样的报道 那个是一个湖南的女孩子 给人家骗到广东去 说是去打工 谁知道就是 叫她去做 法郎妹 就是广东那些 法郎妹其实都是 找女招待 那女孩子也是 她是同乡 也是不干 她是有点软禁她的 你不做的话 就是就在 把她锁在一个楼里边 不给你吃 不给你喝 这个女孩从三楼跳下去 也是就是 颈椎出问题 包围解餐 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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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看后来怎么样,看后来怎么样 还会痛吗? 和你一样,你应该知道我就走 我就上班了,从旧楼下来拿小鱼 去买个布啊,陪你 不客气,放下来 那我们走了,再见 再见 回到福州后,小鱼觉得不能长期靠李冰阿姨照顾了 自己也应该到社会上去闯闯 于是,凭着报纸上的招聘广告 小鱼找到了一家,推销矿泉水的工作 按照这张地图上,就是跑这一块,找几张送几张 因为你们在和客户谈判的时候 每一个让步,你要继续 我们先出去 我们趁机跟他谈一下 要不你打个电话 你上面有没有什么说要换矿泉水的? 可以吗? 没有啊 这年夏天,福州市遇到了多年来未见到的炎热 摄氏气温高达43度 但是小鱼却没有放弃这份工作 每天奔波在大街小巷中 一个月后,她的销售记录是公司最高的 今天呢,七百多 七百 高欠吧? 高欠 大家怎么花这笔钱? 嗯,我想把这些钱据一部分给 谢谢,那些考上大学的,因为没有签证 就是特别棒 真的? 真的 是 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高的 我是小鱼,肯定得到你们帮助的小鱼 你是小鱼啊? 嗯 现在都康复了吧 嗯,我想尽一点我手能吗? 就一点点给儿童姐姐 是吗? 嗯 哇,行啊,你的安心会,亏社会啊 小鱼跟,她说一点点心意 哦,一点心意就够了 好的好的,行 好的好的 就在这里这一个月,孩子就在街上推销泡泉水 不容易哦 不过她比方娘现在已经满十八周四 嗯 她那个,如果需要在座手术的时候 严肥 说她这个,这个专项还是她用? 还是她用 嗯 因为你的,立的是她专项 她这个病有没有接触吗? 对 接触了才没有 嗯 她也说我希望不用在座手术了 我这个钱我就可以捐给那个 那儿童姐姐姐 所以她的成果啊 她还有你的笔钱啊? 很有意义 好 在媒体的介入下 福建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派出了最好的医生感到难平 为小珍免费做了手术 手术后病情虽然有些好转 但是她却面临的也许将是终身瘫痪 其实体操运动人三郎 她这个也是做了这样的手术 但是还是没回过 她这个位置比她更高一点 她这个位置比她更高一点 不要,不要 不要 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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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的 公行,建州之行的团圆青年们 给立真送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他们为立真开办了一本储蓄存折 南平新娱乐有限公司的老总 专程到医院看望立真 给立真送来了鲜花、水果和2000元现金 并决定在本周内主办一场募捐晚会 为立真筹集祝愿经费 邀请一室捐钱爱金 将募捐的经费直接合入立真的账户 此外他们还将在新非常酒吧门口设立一个募捐箱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一些承诺成了空虎支票 社会上有限的捐款很快就用完了 而且还欠下了两万多元 为了能筹集到钱 就应到处奔走 但是家庭的贫困无助 最终导致小珍离开了医院 回到了大山深处 经到小珍由于交不起住院费 被迫回到大山深处的消息后 李冰带着小雨来到了小珍家 自从小珍父亲离婚后 他又结婚了 并有了一个两岁多的儿子 如今一家人住在位于半山腰的一座旧屋里 周围的邻居都搬到山下去了 在没出事之前 父亲已经攒下了三万多元钱 准备在山下盖新屋 现在这一切都无法实现了 把这个屁股开 小珍啊 嗯 这路上是以前就是这个草席嘛 挖掉了 这得进来几个月就是烂几个月了 这个要邀请教医生去 怎么弄给你妈给你啊 他就是用茶油涂上去 然后用绿莓素再涂上去 通过了 我没办法了 他们二十年来去福州 我们就来福里做吧 小珍 我们现在反正都在一步步地在争取 有这么一个机会 福州福利彩票那里 大概说是会捐一部分钱 就是给那个婆婆需要帮助的人 你想你在这种环境里边 你现在天还不冷了 天再一冷啊 你山里边很冷啊 是不是啊 嗯 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有机会 你再回到医院里边去 起码有医生啊有护士 他是用他的专业知识来照顾你 就护理你 让你能够起码可以坐在他轮椅上 我们现在不要想得这么好 哎呀像小玉姐姐一样 站起来了 我们先想能够坐起来 是不是啊 然后再慢慢下一步 再能够站起来走几步 做人要有目标 你有了目标你就有动力 有一分希望我就把它变成十分 有十分希望我就把它变成一百分 女边阿姨 嗯 我觉得我的病 我觉得 嗯 有种感觉啊 嗯 觉得好像 就是如果能带我去医院去看 我觉得能看好 就有这种一种 好像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吧 我妈她也 她也不能一直在这里带下去 我 我那个阿姨 她 她跟我说 外面的人 都 都 都在面前说 我爸爸 嗯 在家里面有什么 这样的两个老婆 阿姨都很生气 所以 不喜欢我妈妈 在这里 然后 然后我阿姨 听 爸爸也是 就经常为了我的事吧 嗯 跟阿姨在老婆 很多吵架 嗯 春天的人呢 得要脚毛腿的 有的人这样讲 哎呀 水王你现在很痛快了 有两个老婆养在家里了 怎么样了 我有的时候 我也会站在那个 她这个老婆是叫那个 秀美 我也会站在她的角度下 杨秀美之后呢 今天还是 也很暖 我昨天晚上 我也问她了 我说 现在去拿那个骗子 去打一下 就要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 我说 李扁阿姨讲 我说我要送了福州去 我说你没办法 这边先给我两百块钱 她昨天晚上 是因为我是可以了 下一个 可以了 她早上来 我又问她 问她可以 然后我就去底下 我就问她 问她她讲没有 你那边先拿出来用 我说我如果有钱 我说我是会拿出来先用的 我说我真的实在没钱 我说才会这么加 没有就没了 那我就算了 我就跑到别人去接了 就是这样子 我现在也是 几岁的一个女儿 我说现在我又没 我话没怎么样 如果真的 就这样子下去 我说情侣又多 人家就怕你了 都不敢见你了 现在再怎么办呢 我就这样子 我就一直想 有的时候 我就想 我想 我想 逃到远远去 逃到远远去 就没事了 我就想 逃到远远去 能逃掉 心也没逃掉了 我就一直就想 我就想 有的时候 我说很想去死 我去远远 我真的想了几次 我就想了 我去了 比较大 我就跳了算了 跳下去死了 我就真的想了几次 就这么想 有了 有一次我都想 我就走到旁边去 我去了算了 我就跳下去死了 走到那里 自己一直很想哭 哭 我就想 真正都跳下去了 我说在小子 在小子身上 他又怎么写 他又怎么办 我又这么想 我又 起来 我又回来了 我就没 就没死了 又没家了 我就这样子 我起来 我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 他怎么 怎么做 我是 从我在这里来 我都把他当我亲身 你 日本他们妈来 他一直他这样 我走了 我说你千万不敢丢什么 我也 我有小鬼 我老小孩子 他两岁 我要做其他事情 要做 我们要吃饭 你买到这里 我们菜是没吃 是不是 到饭终于吃饱 这可以让我们农村 我说 可以可以苦一点 我们大家 只要他好起来 我们心里都舒服 是不是 我最希望的 就是他千万不要走 他拿的时候 都算了很紧张 可是他身体 已经自治不住了 他都皮包骨头了 马上就 我说 看看你们 也没有 可以帮助他一样 就像曾经 帮助我一样 去帮助他 他现在也没 以前也没给我们申请过 现在没有 已经几岁 十六岁才 那我们就给那些 发起的 五个单位吧 我们共同来三两下 到底给不给 要给怎么给 那我们当家 不能够做决定的 要经过这几个协商一下 他不是还有的 专项基金吗 我可不可以 把我的专项基金 以我的名义 先转 赠给小珍 以后我在做自己 手术的时候 我自己去赚钱再做 他想到这一点 我说不错 你这个思想很好啊 嗯 行 行 行 我把你这个 这么好的音乐 转到一个 发起单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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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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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